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伦来养美人鱼二 其实作为开心麻花最有潜力的演员之一 爱伦无论是演技还是戏路都大有可为 许多观众趁爱伦 沈腾和玛丽是开心麻花的黄金普和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爱伦就加入了开心麻花 她先后演过舞台剧 参演过电视剧 还在春晚舞台演过小品 许多观众是从夏洛克烦恼中认识爱伦 之后由她主演的修修的铁拳 获得了超过22亿的票房 爱伦并没有参演西红市首富 因为她直接主演了即将上映的《雷查的姑妈》 这是开心麻花的第四部电影 由爱伦和宋阳等人主演 将在今年10月上映 如今看到周星驰选择爱伦作为男主角后